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到了如何接待客人 如何打招呼 还有送兵的礼仪也都有提到 那在接待的礼仪当中 还有一个礼仪也不容忽视 就是接电话的礼仪 我们看看啊 现在的孩子 他会不会接电话 我曾经啊 打过电话 刚好是朋友的孩子接的 我说你父亲在吗 他说不在 去哪里 不知道 就挂下去了 所以孩子 他假如连接电话都不会啊 除了呢 没有公信心之外 把家里的脸怎么样 都丢出去了 所以 接电话的礼仪啊 我们也必须啊 教导小孩 所以 小孩子 接电话 我们要实际啊 让他来操练 那接起电话来 说你好 我叫蔡李旭 把名字啊 爆出来 请问 您找哪一位 假如说 你爸爸在吗 假如爸爸在 他就说 请您等一下 我去叫我爸爸 放下来 去叫父亲来听 假如父亲不在呢 这个时候啊 孩子要懂得 如何去应对 然后可以请教对方 啊 不好意思 我爸爸不在 请问 你是哪一位 那有什么事 需要我转告给 父亲吗 就是可以 询问啊 毕竟啊 人家打电话来 毕竟 有事情 所以我们要 问清楚 让人家不会 白费 打这通电话 那也可以问对方说 请问你有急事吗 假如是急事的话 就可以啊 把父亲的 行动电话 告诉对方 知道 所以孩子从小 假如懂得 如何去应对啊 那他做事的 原熟度啊 就会越来 越高 那打电话 还有最后 一个动作 跟长辈打完电话 一定等啊 长辈先 挂了电话 我们啊 才挂电话 因为可能 长辈或许 还有一些话 我们呢 马上就挂 他可能呢 话还没讲 已经 电话断了 所以这一个动作啊 也是处处体现 对于长者的 恭敬之心 好 那第三个单元 紧 我们说要 紧言 慎行 一言 心邦啊 一言可以 上邦 所以生活能谨慎 就可以免掉啊 很多的错误 甚至是啊 灾难 都有可能 有一个朋友 他呢 约了他 三位 好朋友啊 一起吃饭 结果 来了两位啊 有一位还没到 他在门口啊 边等边说 他说 怎么该来的 还没有来 那这两位 坐在屋内的 其中一位朋友呢 就开始犯疙瘩 该来的没有来 那我是不是不该来的 所以这个朋友呢 就有一点不高兴啊 就走了 那他一看啊 朋友走了 怎么 不该走的 不该走的 走了呢 结果最后 剩下一位 朋友 那我是该走的 所以那一碗 晚餐啊 谁吃啊 自个吃啊 所以虽然是一个笑话 但是我们 一个人啊 对于讲出去的话 也应该啊 三思后行 也应该啊 提高敏感度 我们出去的话 会不会啊 伤害到对方 要有这样的谨慎度 所以 俗话也讲啊 面对 示意人啊 不可说 得意之事 这都是在言语当中啊 处处流落 要为人设想 所以言行要谨慎 而言行的根本啊 在一个人的念头 所以真正会修身的人 在哪里谨慎啊 在起心动念中谨慎 当念头都能谨慎啊 言语行为 就不会有太大的偏颇 比方说我们紧这个部分 就是常常要谨慎 不可以啊 浪费时间 不可以糟蹋食物 这种奢的念头 贪的念头 懒的念头 不敬的念头啊 一起来 马上就要 把他怎么样 调伏下去 好 那我们呢 可以归纳 紧这个部分的教诲啊 可以训练一个人啊 三方面的能力 第一个 自制力 第二个 独立生活的能力 第三个 做事的能力 好 我们现在小孩啊 缺不缺这三种能力 所以啊 所以啊 一定是有教啊 才会啊 所以我们之前也提过啊 所以我们之前也提过啊 在汕头有一个孩子 七岁啊 刚好啊 他们老师啊 教他们 交了一两个月 老师想说啊 让他们上来啊 发表一下这一段 学习的感受跟成长 所以邀来啊 他们的父母啊 坐在底下听啊 这个孩子上来 讲的第一句话 他说我学的弟子归啊 才知道啊 做人啊 原来啊 要孝顺 这句话 有没有味道 关键自在 原来啊 我们大人常常都说 他都这么大了 应该知道 这个应该啊 有待 商榷啦 因为中国圣贤的教诲 已经断了啊 一两代了啊 所以很多的孩子 行为偏颇啊 我们先不要责怪他 长辈要先反省 到底 我们有没有教 而这个教啊 又不是嘴上教哦 而是什么 有没有以身 作者 才是 这个孩子接着又说 他说我还没学弟子归以前啊 每天都在想啊 如何啊 磨害父母 七岁啊 他的妈妈 坐在底下 突然 瞠目解舍 他绝对不相信 他的孩子 居然会想要啊 磨害他们 诸位朋友 我们知不知道 孩子在想什么 知不知道 孩子每天在做什么 说什么 知不知道 当我们都不知道 他在想什么 那怎么教 那怎么教 所以确实啊 教育需要用心 需要耐心啊 我们要多花点时间啊 去了解孩子 去关怀他 才能慢慢 让他 循规啊 蹈矩 那为什么一个七岁的孩子 会想磨害父母 这就是父子啊 无亲啊 父子有亲 有没有可能这样 那为什么现在父子无亲 原因在哪 父母很努力赚钱 都没有时间陪他 那他跟谁比较亲 跟补习班老是亲 跟庸人比较亲 那妈妈呢 父母啊 有时候为了虚荣 为了面子 又把他送去啊 补一大堆东西 他越学啊 越怨烦 而这样的心境啊 这样的情绪啊 父母有没有察觉啊 可能没有察觉 所以我们啊 真正啊 要花一点心啊 去了解 孩子的心情 孩子的想法 看法才行 那我们 一定啊 要把原因找出来啊 才容易呢 进一步啊 教导孩子 那井这个部分 现在的孩子啊 智制力不够 所以 井一开始 早起早啊 夜眠此 老易智 西此时 就是呢 一个人能够啊 生活有规律 绝对不要啊 常常啊 睡懒觉 第二 这个也是一个 自制力 对饮食 勿减则 食事可 勿过则 所以在饮食方面啊 他也懂得 节制 所以 都是在训练一个孩子的 自制能力 第二个方面 独立 生活的 能力 治官服 有定位 勿乱顿 治污秽 虽然只是讲了两个东西 衣服帽子要放好 那我们能不能只教衣服跟帽子放好啊 应该教什么 一切物品 甚至一切时间啊 都应该让他 有所 规律 所谓动物啊 规源 动的东西啊 应该再放回原处 这些生活的能力啊 他才懂得 如何 不把生活搞得乱七八糟 现在啊 听说很多大学生 还请庸人 帮他洗衣服 帮他打扫家里 花谁的钱啊 花父母的钱 请庸人来打扫 好 所以确实啊 现在的 学生啊 在生活能力方面啊 真的要加强 好 当他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啊 那他以后 在事业 在家业当中 有没有办法承担啊 那就很困难了 而我们做父母的 假如不让他多锻炼 把这些事啊 都扛在自己肩上 那请问 为人父母 能扛到什么时候啊 所以现在很多 人结完婚 生了孩子 交给谁啊 都是爷爷奶奶带的 那到底呢 这个爷爷奶奶 什么时候才会清闲 我想可能呢 现在连眼睛闭上了 都怎么样 都无法清闲 我这样的人生啊 好不好 表面上啊 好像我帮了儿子怎么样 一把 事实上啊 他当父亲 当母亲啊 没有尽责 也没有学到 这些本事 应尽的本分 所以 我们把孩子 应该 做的工作 应该尽的本分 回归给他 他的人生啊 才会过得充实 才会过得 问心 无愧 这样才会啊 圆满 好 那第三个能力啊 是做事的 能力 所以事务忙 忙多错 勿为难 勿侵略 是非疑啊 勿侵诺 苟侵诺 进退错 这个都是 做事的 能力 所以 井这个部分呢 有这几个方面啊 可以提升 孩子 这些能力 好 那我们 接着呢 就经文啊 一句一句啊 来 讨论 朝起早 朝起早 夜眠迟 老易至 西此时 臣必冠 尖漱口 便尿回 则 则敬手 提到这个时间啊 中国圣者啊 最重是光阴的 最熟悉的话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寸金难买 寸光阴 说是这样说啦 你有这个感觉吗 有没有这个感觉 有 那我们去问问 十几岁的孩子 他有没有这个感觉 很困难 所以一个人 为什么这么珍惜时间 好 我们看看很多古代 刘明亲史的 这些读书人 对时间啊 都非常的 珍惜 比方说 司马光 司马光呢 用了十九年的时间 完成了一部 非常重要的典籍 叫 知智通鉴 他为了怕自己啊 睡太多 所以用木头啊 他做了一个圆 圆形的枕头 好 圆形的枕头 睡起来怎么样 只要稍微翻一下 可能就滑下来 所以呢 他只要呢 醒过来了 已经稍微休息了 他就马上啊 再继续工作 所以就是 有这样的态度精神啊 所以他全心全意啊 完成这一部剧作 那什么样的动力啊 让他宁可少睡觉 也要多做事 诸位朋友 什么 动力 为 国家的动力啊 为往后 做子孙 子孙 造福的 动力 因为啊 历史 就像一面 镜子一样 只要啊 他们肯熟读这一本 知智通鉴 相信啊 相信啊 人生会减少 很多 不必要的 过失 所谓啊 健网 能支来 所以 就是他有这一份使命啊 才能推动他 这样的积极 精进 把这一本书做好 所以王阳明先生 曾经提到啊 一个人自不立 无以成事啊 一个人没有立志啊 这一生 能不能把事做好 不可能 所以呢 要能珍惜时间啊 首先还要先 立定 人生的 志向 人生啊 很短暂 那我们呢 运用这个短暂的生命啊 要对得起 父母啊 的养育 之恩 要对得起啊 兄弟姐妹的 照顾 要对得起 成长过程中 非常多 长者的 提心 要对得起啊 我们国家 对我们的 诸多照顾 所以 当一个人啊 念念会念着这些恩德 他将尽心尽力啊 孝顺 父母 有爱 兄弟 进一步啊 奉献 社会 所以一个人 他要能珍惜时间啊 还要从啊 对人的 恭敬 开始 当他 对父母 对关怀他的人 都能恭敬 他就不愿意啊 糟蹋自己 而让这些 关爱他的人啊 伤心 难过啦 所以 当一个人 他懂得 去完成 他人生的本分 使命 那没有人去推他 他也会啊 快步 向前 而人 常常会啊 忽略 光阴啊 就是对 时间啊 一去不复返的 敏感度啊 怎么样 不够 所以有一位 智慧者啊 曾经说过 他说一个人 从生下来啊 只有一件事 没有停过 哪一件事啊 啊 就是呢 从生下来 就一直啊 往死亡的大路啊 迈进 从没有啊 停过 所以 我们刚 过完 新年啊 代表新的一年 又来了 那另外一个角度是代表 旧的一年 已经过去了 那我们还有多少啊 重要的事 该做的事啊 还没有做 明代啊 有一位画家 叫文家 他就曾经啊 写到一首诗 也是给我们啊 期许 提醒 他写到啊 明日 赴明日 明日 何其多啊 我身 待明日 万事啊 成蹉跎啦 假如我们只 常常想着 还有明天 还有明年啊 那这个光音啊 可能就会在 不知不觉当中啊 就流失掉 这样啊 就太可惜了 我到海口去 做了四个多月 突然啊 有一个很深的体会 人生啊 人生啊 有一个遗憾 就是啊 当你觉得 很多事 很重要 必须做 一定要去做 但是啊 你却没有能力去做 那个时候你会非常 非常 懊悔 非常 痛苦 所以 当我们有机会 可以推广中国文化 可以利益 众人的时候 回过头来一看 自己往后的人生啊 没有好好利用 能力又不足 又帮不上忙 这个时候就怎么样 很难受 就好像明明看到一个人 快溺死了 你却怎么样 不会游泳 无法救他 所以当我们 看到我们的孩子 必须要好好教导 而这个时候我们却没有 学问 没有智慧的时候 那将是人生啊 很大的 遗憾 所以我们不要啊 让人生有 这样的遗憾 产生 就要赶快啊 积极努力 提升自己的什么 智慧啊 因为只要有智慧 人生的问题啊 绝对可以 迎刃 而解 所以现在 人生第一要事 不是钻截的 而是什么 开智慧啊 增长智慧 没有智慧 你人生就会下错很多 抉择 你光是收拾这些错误的抉择 就可以耗掉你 大半的人生啊 所以生涯规划 第一要事啊 是要学习 要成长 要长智慧 那我们来看看 一个人大学毕业以后 是比学生时代用功 还是不用功 很多人是大学毕业 就跟书本怎么样 说拜拜啦 其实啊 你人生很多的本事啊 是出了社会 才是真正要怎么样 学习 历练的时候 可是我们的态度却是 停止学习 难怪人生啊 越走怎么样 越沉重 为什么这么多事 都不如我想象 然后又不知道怎么解决 每天呢 借酒消丑 丑更头 醒过来还是要解决 好 所以人生啊 要有所取舍 要赶快啊 拿更多的时间 来好好啊 跟圣贤人 学习 好 那我们先 有珍惜 有珍惜 时间的态度 进一步啊 也要教导孩子 珍惜 时间 有一个家长 刚好 刚好孩子呢 有手好闲 不爱念书 那这个家长呢 很希望啊 能够呢 引导孩子 对时间啊 有所重视 是 他就找了一条八寸长的木棍 干什么 干什么 啊 找了一条八寸长的木棍 很多小朋友一听说 打他 打人用八寸长太恐怖了吧 他父亲啊 拿了一个八寸长的木棍 就跟他说 人生啊 就好像这一条 长长的木棍 八寸代表八十岁 当你二十岁以前啊 你还没有能力啊 帮助家庭 帮助社会 你只能啊 接受大家对你的服务 对你的奉献 所以这一段啊 你帮不上什么忙 所以要啊 砍掉 就拿着一个斧头啊 把前面两寸怎么样 切断 这个动作啊 给他的孩子震了一下 他接着又说 人六十岁以后啊 年老体衰啊 对家庭对社会啊 也贡献不大 所以这一段啊 我们呢 也要把他去掉 就啪 再砍了一下 接下来这一段呢 他的父亲啊 又给他分成三份 接下来这些时光啊 你光是睡觉啊 就用掉了三分之一 所以要砍 啪 这个孩子啊 开始有点紧张了 那父亲接着又说 你每天要吃饭 要洗澡 要一大堆生活作息 都不能省的时间啊 这一段呢 也要再砍掉 啪 孩子就说了 爸爸你别砍了 我知道了 他爸爸说 你不知道 人啊 还有很多时间啊 是生病啊 躺在病床上 这一段也要砍了 他的儿子去拉他的手 爸爸 我以后不浪费时间了 儿子你不懂 你每天又讲了多少废话 好 所以确实啊 引导孩子要有正确的观念 也需要我们为人家长啊 用许多的扇角方便 因为现在孩子不喜欢啊 听大人说教 所以这些时间点啊 我们也要啊 好好去掌握 好 那另外呢 有一位母亲啊 刚好她的孩子啊 念小学一年级 早上起来啊 孩子就磨磨蹭蹭 那她妈妈呢 一看呢 她必然会迟到 可是啊 也没去制止她 这样做好不好 好不好 先让她承受自己怎么样 拖拖拉拉的结果 所以她妈妈呢 就不去 不去制止她 看她拖到什么时候 结果确实啊 那个现在小孩子呢 连那个牙刷牙膏啊 上面都画得很漂亮 对不对 这个刷牙的时候还要玩两下 结果果不其然啊 去上课的时候呢 知道了 所有的同学都去升起了 这个妈妈跟着孩子一起到学校去呢 一看孩子啊 没有去升起 那因为她们中午啊 有回家休息 下午再去 结果这个母亲啊 看儿子回来呢 蹦蹦跳跳 还面带微笑 她想呢 一定是老师啊 没有处罚她 不然怎么 一点惭愧的脸都没有 假如你是妈妈怎么办 怎么办啊 所以教育啊 这三个字啊 要死死提得起来 要胜于死 孩子一开始的错误啊 假如没有修正过来 等他养成习惯 你到时候就要跟他怎么样 拔河啊 就累了 所以这个母亲啊 就主动打电话 给他的班老师 班主任 结果打来 他第一句话就跟班主任说 老师啊 我儿子今天迟到 那一位老师就说 啊我知道了 没关系没关系 这位妈妈说 怎么可以没关系 那接着这位班主任就说了 我说没关系啊 是想说你是不是又要来替 儿子解释说他为什么 迟到了 所以你看从 老师的反应啊 就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孩子犯错啊 谁在帮他演示啊 这是害了他 这是害了他 所以呢 接着这位母亲啊 就跟老师说 老师啊 这大有关系啊 你下午啊 一定要狠狠地教训批评他 结果这个老师就哈哈大笑 他说 现在还有母亲啊 来讨批评教训的 所以啊 溺爱的孩子啊 反而会怎么样 害了他 所以这位小朋友啊 下午回来啊 脸色怎么样 不怎么好看 然后啊一进门呢 就去啊 拿他的 买的闹钟 这个闹钟终于啊 派上 用场 哇 结果他很紧张 马上调六点半 然后心里比较安 就放在那里 他母亲看了就在那里笑 就赶快跑过来 跟他说 你调六点半啊 待会吃饭就响了 孩子想说调六点半 明天可以叫他 没想到啊 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啊 有两个六点半 所以咧 他母亲这么一讲 他才啊 恍然大悟 吃饱饭以后啊 再来调 所以这个母亲啊 并没有骂他 只抓住了这个机会 教育点 这个孩子从此以后啊 不管他到哪里 他的闹钟都怎么样 戴在身上 所以就养成了这个 好的习惯 就不会迟到 也不会啊 赖床 好 所以教育孩子啊 我们也要实时啊 掌握这些 重要的 十几点 好 那一个人啊 如何珍惜时间 从我们刚刚所叙述的 这些故事啊 我们就可以掌握到 要先立志 再来啊 也要有所计划 有所规划 如何啊 把孩子教好 我的事业啊 也有短期 中期 长期的目标 这样你才会知道啊 这一步一步啊 如何跨过去 如何运用 那接着呢 我们也要啊 少讲 一些啊 无关 紧要的话 你看人一打开画夹子 聊多久啊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那时间很快啊 就流逝过去 所以言语啊 话说多啊 不如少 因为可以拿这些时间啊 再好好怎么样 学习 而且啊 假如话说得太多啊 又这些话又传出去啊 又有一大堆啊 是是非非 那你啊 人就烦死了 另外呢 也要扫打 烦恼 有一个实验啊 研究的结果 是 百分之五十啊 的烦恼啊 是烦恼未来 百分之四十的烦恼 是烦恼过去 只有百分之十是怎么样 用在啊 当下 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 就 叫所有的人啊 把他现在在烦恼的事啊 写下来 然后就放在抽屉 一个礼拜以后啊 他们又来上课 说来 你们现在把 上个礼拜 再烦恼的事啊 拿出来 一看 百分之九十啊 都是 不需要烦恼的 好再放回去 又过了两个礼拜 总共三个礼拜 再拿出来 一看 通通怎么样 不需要烦恼 所以中国话有一句成语叫什么 起人啊 悠天啊 就耗掉我们啊 很多的时间啊 跟金钱 所以应该要努力的 是增长 智慧 下对 抉择 人生才会少走 冤枉路 所以 投入学习的时间啊 绝对啊 不能减少 好 那这 这里啊 是提到整个 我们对于啊 珍惜 时间的 一些观念 那我们接着啊 看 下一句 陈壁冠 尖漱口 便尿回 折净手 好 这是提到啊 一个人的 整洁习惯 俗话说的 整洁为 强身 之本 你要啊 爱干净 身体才不会有一些病毒 或者一些细菌 造成身体的损伤 而当一个人 真正爱惜身体啊 其实也在 立行 孝道 身体法夫啊 受之父母 不敢 毁伤 孝之 死也 帝子规也说 身有伤 依亲 憂 所以 井啊 看经文 好像啊 都是 自己的事 事实上啊 自己跟别人啊 是互相 关联的 息息 相关 所以 当我们自己 身体搞不好 一定会让这些 至亲啊 替我们 担忧 所以 孔夫子在 论语里面有提到一句 教诲 说到啊 父母为其 疾之忧 父母啊 最担忧的 就是孩子的疾病 这个疾啊 我们可以当作 生病看 也可以当作啊 坏习惯 坏毛病看 所以 爱整洁 才不会 身体 受伤 然后 生活 有规律啊 这个也是啊 身体健康的 重要 因素 再来 当你做事 谨慎啊 就不容易啊 犯很多 过失 这也是啊 让父母 能够 安心 放心 所以这个极致呢 我们可以广义啊 来解释 就是在 身体健康 在为人处事当中 都不要啊 犯不好的 过失 以至于啊 让父母啊 担忧了 而一个人啊 很爱惜身体 很爱整洁 也是对别人的什么 尊重 所谓 至重 而后 人重 当你 自己啊 重视整洁 穿衣服也 穿得很整齐 人家就会 敬你啊 三分 当我们自己 蓬头 过面 身上呢 又脏脏的 那他人还没跟你相交往 已经对你怎么样 有所 亲事 有所亲满 所以当别人瞧不起我们啊 我们首先啊 不要责怪别人 要先怎么样 先反观至照 看看是自己 是不是在这些礼节当中啊 有所缺失 好 沉壁灌 尖漱口 这个是 把我们的口气啊 能够啊 保持清洁 因为啊 人与人每天啊 在言语当中的交谈 很多 所以这个 一定要 注意 假如孩子 不刷牙 那口气很不好 那到学校去啊 他的人际关系 会怎么样 大受 影响 当孩子从小 人际关系不好 对他的 自信心啊 也是一种什么 伤害 因为我们曾经带过学生啊 是身体都很脏 所有的同学啊 都排斥他 所以这个习惯的养成啊 确实啊 也是受到家庭的 影响 那另外呢 我们成人啊 假如有口臭的话 也会影响啊 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一个人有口臭啊 就是体内的毒素怎么样 太多了 所以呢 都溢出来了 那为什么人的毒素会这么多 跟他啊 吃的东西有关 所谓啊 病从 口入啦 那其中还跟一个因素很有关系 就是啊 吃宵夜 作为朋友 常不常吃宵夜 不常啊 吃宵夜的人啊 口臭的比例啊 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们在晚上十点多 十一点多 甚至于在半夜啊 才吃下 这些食物 有的呢 又吃海产 又吃大鱼大肉 好 一吃下去 过了一两个小时呢 他去睡觉啦 好 一躺下去 身体所有的功能啊 只有两个器官还在动 哪两个 心脏 心脏不跳就麻烦了 好 还要 呼吸 其他的 内脏啊 都会跟你说 主人啊 我先关门 休息一下 明天啊 再来 好 所以胃啊 也停止消化 所以这一些食物 这一些肉啊 就在胃里面怎么样 那里发酸 发臭了 因为体内啊 在胃里面是胃酸 食物很容易坏 而且温度啊 又三十七度 所以这些东西很快啊 就会腐败 腐败以后啊 这些毒素啊 就会在你的全身 更 更 循环啊 所以吃消夜啊 确实对身体啊 有不好的坏处 这个我们呢 也要 注意到 下一句 便尿回 折净手 就是上完厕所啊 要先把手啊 洗一洗 时时注意到啊 手上的清洁 因为人吃东西啊 都是啊 会跟用手拿 有关 假如手上有续菌 就容易造成啊 身体 的损害 那除了上完厕所 要洗手 还有哪一些时候 必须要注意洗手 饭前啊 一定要洗手 诸位朋友啊 你要多多去观察 因为啊 你讲得越细啊 孩子的警觉性就怎么样 就越高 你不要忽略啊 你这样 一点一点提啊 其实孩子的记忆力啊 特别好 都会帮你记住 因为我常常呢 跟孩子提醒一些事啊 我自己都忘了 小孩都怎么样 都还会提醒我 那常常看到很多大人啊 在算钱 算钞票 然后一边翻 一边怎么样 手指就舔一下 这个都是不良示范 要多注意 好 所以这些生活习惯 要注意整洁 才能让身体健康 也可以啊 当孩子的好榜样 好 好 我们接着 看下一段经文 好 我们一起把它念一遍 关闭症 扭闭症 扭闭痣 挂于旅 聚警窃 自观福 有定位 勿乱顿 自污惠 好 关闭症 扭闭痣 扭闭痣 挂于旅 聚警窃 这个是提到啊 一个人的仪容 要端庄 假如今天 我在这里演讲 然后呢 前面的扣子呢 有两个没有扣 你们看的会怎么样 可能一半的人都走了 连穿衣服都不会穿 还讲什么课 所以啊 古代的人很注重仪容 他们 时时提醒自己要三正 第一个 帽带要正 第二个 裤带要正 第三个鞋带要正 所以时时都会检查一下 帽子有没有戴歪 然后啊 裤子有没有扎好 不然掉下去就麻烦 好 然后呢 鞋子啊 也要绑好 不要松松垮垮的 走起路来来发出声音 人家看了就会轻慢 那刚好有一次啊 我去上课 时间啊 比较紧迫 那在海口 那在海口啊 有一个交通工具啊 叫摩滴 你们听过没有 摩滴的意思呢 就是Motorcycle 的滴啦 滴就是像计程车 所以很多都是骑着摩托车啊 在一个客人 我马上呢 就叫了一台摩滴啊 赶到讲课会长 到了以后啊 我就进去上课 还没迟到 就讲完课呢 我走下来 就去厕所 结果一照镜子啊 我的头发是翘起来的 因为一路啊 这一边坐车呢 风就一直吹啊 所以我在那里讲了两个小时 居然都没人告诉我 后来我出来就跟这些 中心的老师说 你们怎么都没提醒我一下 害我出球两个小时 好 所以我们处处啊 要谨慎怡隆啊 才不会啊 出现这些啊 糗事 那在春秋时代啊 有一个大臣啊 叫赵宣子 赵宣子 他是晋国的大臣 刚好那时候 晋陵宫啊在位 那晋陵宫 年纪不大 还小 那很不听话 都不知道啊 好好呢 爱护人民 所以这个赵 这个赵宣子啊 他很忠诚 就常常啊 直言不讳啊 劝他的君主 结果晋陵宫居然起了歹念啊 派杀手 除你啊 一个很有力气的人啊 就要去把赵宣子啊 刺杀 那刚好啊 早朝都是很早的时间 所以除你啊 是抓在早朝以前的时间啊 就到了赵宣子的家里 结果一看啊 因为赵宣子起得太早 所以他已经把整个朝服啊 穿得整整齐齐 震惊为重 在闭目 养神 而他这种仪容啊 威仪啊 除你一看啊 非常的感动 他说啊 这个赵宣子 在无人见到的地方啊 都如此恭敬 想必啊 在友人的时候啊 也都一定是啊 非常的 认真 办理 国事 对人一定都 非常的 谦逊 恭敬才是 所以他说啊 这样的人啊 绝对是 国家的栋梁 是人民的主人 我不能杀他 杀了他 我就不忠了 可是因为啊 是禁灵宫 是国君啊 交代他的事 假如他没有做啊 他就不信了 没所信用 所以除你一当场啊 就对着那棵槐树啊 就撞头啊 致敬啊 所以从这一个故事啊 我们可以体会到 当一个人 怡荣端庄 就能赢得他人 对他的尊敬 也由于 这样的恭敬态度啊 救了自己 一条生命 所以这些生活的细节啊 我们也不可 不慎 好 那这一节课 我们先上到这边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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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